这是牛的声音 这是马的声音 而这个是我们牛马的声音 收到 收到您的 这是牛上的班 这是马上的班 而这是牛马上的班 牛虽然力气大 耐力也好 但是需要吃的多 吃的好 即使这样效率也不高 而马虽然效率比牛高 跑比牛快 但马始终耐力有限 很容易累趴下 这时就出现用驴代替牛马 而后随之发现 驴虽然力气大 耐力足 效率快 但驴脾气实在是倦 很难管束住 于是另一种新型精通人性的 牲口应运而生 不仅干活速度快 干活效率高 而且耐力超强 性情温顺 需求不多 生病也少 在地理干活的牛马们累了 还知道休息 而工位上的牛马们累了 只会花自己的钱 点奶茶和咖啡 遇到下雨的时候 牛和马都会自己找地方避雨 而牛马只会自己 顶着风雨去上班 没有半夜耕田的牛 没有半夜被骑的马 而这是半夜 还在加班改方案的牛马 在别人玩的左拥右抱时 他还在恢复好的收到 上班前一直觉得 在咖啡馆 高铁站 飞机场里 劈里啪啦打字的人 能去往好多地方 见识很多风景 实在太酷了 直到后来才发现 他们也只不过是 高一档的牛马爸的 京户高铁线 全国最优质的马楼运输专线 在一间车厢里 除了打字声 没别的杂声 全程一千三百公里 只在两京一户停留 其他站都是全速经过 好像那个八百里加急 奴隶运输车 上午人在南京 下午就到了上海 加急到客户面前 装孙子